今天到我真实里来看病的人不少 感谢我很多自媒体平台上粉丝的关注和信任和支持 今天好多患者当中有两个患者我难忘 第一个患者是60多岁的老先生 第二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性 他们两个看完病之后都不约而同的给我鞠了个躬 说实话张大夫想跟大家说 这真的没有必要 第一个我承担不起我也愚心不忍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治病治的效果好 一方面可能治疗方向比较正确 另外一方面也是您自己比较受治 只要后期配合治疗 应该说希望大家最后都能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几率 另外就是说对于手机前动的很多人来说 我们要掌握更多的知识 尤其是健康的科学的知识 这很重要 同时呢必要的时候找到专业医生进行专业的处理 一般张大夫呢处理这个疾病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呢 我都是尽力尽力去处理 有的人效果好也有的人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我们再调药或者说超出我能力范围的 咱们再找更顶级的更优秀的医生去看 我一般呢也都会给大家仔细细说清楚 但是大家呢 治疗效果好开心的心情我理解 咱没有必要非得给张大夫聚过功 因为 大家的心意我都顶了 这个也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你们的治疗效果好我也很开心 最后呢还是想让给大家提个醒吧 大家其实对于大 大多数人群来说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有待提高 这也是为什么健康2030第一条 就是说要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进行科普 希望大家掌握更多的科学的健康知识 同时呢 必要的时候找到专业的医生 进行专业的处理 其实在您的身边就有很好的医生 不用说非得到我个地区找好医生 或者说非得找谁谁谁 大家其实现在我们意料条件都提升了 在自己的身边找到自己信任的医生 关键是配合医生的治疗 最后呢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后头张大夫给大家讲更多的健康知识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点关注